大家好,我是爱搞小发明的朱教授 大家还记得我这盆放在电动转台上的小番茄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转台的原因 它每天在这里转啊转啊转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这和番茄苗的根竟然变成超级超级的长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 普通的根也在20厘米以上 最长的一个竟然达到了27厘米 可能是这些旋转的运动 让植物的根受到了刺激 也朝着这个方向不停的长不停的长 就长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长的根也有好处 就是它特别适合用来做水培 所以今天我就用它们来做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水培系统 所用的原料也就是一个塑料杯 再加上一个塑料泡沫的盖子 首先是按照杯口的大小剪出来一块塑料泡沫 然后在塑料泡沫上剪出一个Y字形或者T字形 同时在最中间再做一个小的切口 这样做是为了给植物生长的空间 当它越长越粗的时候 也可以很轻松的把泡沫挤开 给自己一个生存的空间 然后我们开始往里边添加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的高度最好不要完全浸没植物的根部 给它留一点点空间 大概一厘米的高度 让它的根能够呼吸空气 甚至说只要有一点点的根能够接触到水面就足够了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更方便的东西 这个就是在游泳池里可以见到的漂浮棒 在迪卡农它的名字叫Pool Nodal 游泳池面条 这个东西简直是水培的神器 因为它的口径和我的一次性杯子刚刚好吻合 切起来也非常方便 只要取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然后在上面划两刀 切成一个十字形 中间再取一个小缺口 这样就完成了 把小苗卡在里面倒上营养液 一个最简单的cracky系统就完成了 怎么样 颜值超高又制作简单的水培杯子 要不要动手做一个呢